大家好我是勞士忌 天天中文星大家好我是十六 今天來看伯根蒂對上打打的對決 好那稍微講一下伯根蒂 伯根蒂他是一個現在非常META的一個騎兵國民國 那為什麼不這樣講呢 是因為伯根蒂他本身身遊俠跟重裝騎士 都有打五折的優勢 也不管打遊俠還是打寶兵都非常強勢 那他的寶丁的話應該大家也很非常了解 他的寶兵是馬上輕裝兵 可以蓄力攻擊喔 地下的傷害非常非常高 那他這次改版的時候 有把他的地下的傷害稍微下修一下喔 那CD時間縮短了 可以讓他衝鋒次數多一點喔 才可以打得出他的架子 但不管有沒有打出這個架子 他本身這個CD節奏這件事情 對伯根蒂來說我覺得是相當強勢的 雖然地下算差了一點 但是對於這種高端來說算是一個BUFF 因為高端玩家喔 這個超兵手術是非常厲害的 我們這邊稍微減出一下 可以一直可以操縱這樣進出進打的話 對這些高端玩家來說 博恩Z其實算是一個小BUFF 而不是NUFF 所以馬上輕裝兵依舊有他的強勢之處 好那稍微再來講他的金罐喔 他的金罐是起義 可以讓自己的村民喔 變成他的這個民兵 這個民兵非常非常的猛 打這個肉馬 打這個騎士阿 或者是打 就是一個高攻擊力的擊兵喔 攻擊力就有14了 所以他打什麼單位都非常非常重 再來就是他的銀罐 國根地葡萄園喔 他這個能力也是非常OP的 農夫還可以生產這個黃金喔 就是有點像是越南喔 伐木可以挖到黃金 那國根地呢 點下這個能力喔 則是可以在農田找到黃金的概念 也是非常詳勢的 好再來就是 稍微講一下他的 經濟為什麼會這麼強 就是他因為他可以提前一個文明喔 一個時代 提前一個時代去升級他的經濟升級 假如他封建時代可以點一級目的情況下 他可以已經點二級目了 所以他黑暗時代就可以點一級目了 雖然是不太會有人會去黑暗時代去點一級目 通常都是在點一下黑暗時代升級之後 才會去點這個一級目跟一級農田 那在這個二級 一上黃金時代的時候 趕快去點下這個二級目喔 那算是比較一個威力 比較強勢的一個玩法 但以後伯恩帝的玩法是點這個二級農田 一上黃金時代點二級農田 然後快速撒田的一個玩法 那高速上城堡時代 那上城堡時代 再敢去點下這個二級目再點下三級目的一個玩法 那這個算是非常細節的一個操作方式喔 所以算是玩伯恩帝的玩家算是一個細節上的一個變化 二級目跟二級農田的一個 二級目二級農田的選擇喔 是比較不一樣的 好那來講打打打打打他算是高打低的文明最優勢的一個玩法喔 他的所有單位喔 你知道這種高低打低處喔 都有這個額外傷害加什麼 雖然每個文明都有 但是他是傷害再更高一點點的 快要高打50%的一個增幅喔 算是只要操作操作的好 那你的傷害喔就會非常的噁心啊 好那這邊打打還要再說一下他的馬功 他的馬功可以成型的非常快喔 拇指環跟這個安閒戰術喔都是免費的 所以你的馬功出來只要點這個二級色跟這個彈道血喔 基本上你的馬功就OPOP了 那再補一下這個跑速喔還有這個品種 馬功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因為馬功要點的科技實在太多了 所以要成型是相當不容易的 但是打打喔就非常強化這一點 欸這邊肉麻可能被抓爆 趕快退一下 欸這邊很偷啊 還沒有點這個織布技術啊 這個打打感覺稍微直撐喔 來看一下這邊棒棒過來直接運砍 好那這個棒棒跟這個刺口 騷擾到蠻多聰明的人 收到一聰明直接運打 還有一棒很可惜 唉呀 讓這邊博更地友稍微賺到了一下 但是這邊有隻村民直接被包夾三隻棒棒 往他臉上堵 應該是可以收到這一村了 剛剛那一村殘血沒收到為時可惜 但是這邊順利的打到這一塊 果子區 讓博更地這邊大受打擊啊 那打打這邊中午點一下織布技術喔 25村才點一下 但是博更地這邊石頭應該是早有看到了 欸你村民是沒有點織布的 應該都已經發現喔 已經是要來點這個 直層打法 好這邊肉麻過來看一下 有沒有能收掉對方的刺口 現在這邊刺口最大的 欸這邊居然進去了我的天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唉呀村民又開始互打啦 我的天啊 怪怪的怪怪的 村民直接被收掉了兩村 打打這邊棒棒加刺口的戰術相當成功 又能再收掉一村嗎 有一村殘血 OK 倒地 三村到手 靠 這樣也是 呵呵 我看那個什麼 好 博更地看起來有相當大的失誤喔 我們這邊稍微快轉一下 好 博更地這邊損失了三村之後 意識到自己的經濟不太行 趕快去升級這個 一級木一級農田 中午點下了 欸 你25P不是打直層 而是打這個 蛤 我看不懂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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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P點封建 然後 上封建點一級木一級 一級農田 然後點小弓 蛤 蛤 蛤 這樣你打得也博更地嗎 博更地 這時候可以點二級木二級農田 你這個打爆東西就GG了欸 哇 欸 打打這邊怎麼怪怪的啊 好像不太一樣 哇 這邊 占謀的量非常多 博更地也是鐵的心 要跟你打防守的欸 哇 我真的是有點看不太懂 看不懂看不懂 這邊 打打戰術 有看沒有懂 好 但是也是順利上到了這個 城堡時代 還是有比博更地快了一點 但他這樣打 我覺得 不太好吧 不太好吧 因為 這樣很容易出大事啊 好 那這邊兩邊 上封堅 城堡時代應該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 我們這邊也稍微加速一下 但博更地這邊的戰毛 似乎出的有點太多了 那他出這麼多的一個情況下 我不確定 他這邊會不會有經濟上的一個trouble出現 那你通常的戰毛是不能出這麼多的啦 好 那這邊分段尤其是兩千分分段的關係喔 所以看起來好像真的是出了點問題 那我稍微說一下 四義帝國這個分段到底怎麼分的喔 以英雄聯盟來表示的話 兩千分的玩家喔 大概是斷十幾喔 大概是鑽一那附近 戰一戰二 雖然還是有時候會出現這種奇怪的死亡 那在兩千一兩千二 那附近的話 就算是大師喔 兩千三 那附近就是大師 那兩千四以上喔 就是這個精英等級 職業選手等級 這個死力是有個差距在的 兩千分還算是我偶爾會打贏的一個狀況 就是打個幾場 可能會三場裡面可以一兩場 可以打贏是沒問題的 所以這邊有些trouble算是正常的 欸但是這邊好像有洞喔 看來這是第二個trouble喔 看起來不太妙 好 總是到城堡時代了 直接戰矛點掉 好 城堡時代升級好 兩邊都升了 那這邊打打的來點這個二級木了 好 那這邊看起來 伯恩帝還是有個小小優勢在的 因為二級木點得非常早 木頭的量非常大量 可以直接3TC不是問題 好那來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那打打這名選擇開農喔 好處也點了 不是打馬弓 而是打騎士喔 騎士層出打法算是不錯的 但是這個時機點有點相當晚 但是我覺得也是可以的 因為對方是出戰矛 以致對方出戰矛情況下 出這個騎兵也是比較好一點 好那這邊騎兵過來 來 來直接硬吃這邊戰矛嗎 但是有點晚了喔 這邊已經回城了 要來直接硬拆城門了嗎 好 伯根蒂也順利點下了這個手推車喔 那用手推車之後 誒呀 這邊居然還有更大洞啊 哇靠 完了 這個伯根蒂 完全 無法招架這邊進攻喔 這邊的打打騎士是有跑速的啊 而且還有一擊馬鎧啊 哇這邊還帶了一隻獅子進去 怎麼一直 哇靠 大量騎士直接硬吃這邊的戰矛兵 家裡經濟有點慘 沒有任何的單位可以抵擋這邊騎士的進攻 哇大量騎士直接在提示一下 直接硬砍戰矛 然後戰矛拖到非常多的時間 但是還是一直在被砍 戰矛快要被收光了 那這邊小弓過來 有點難打 這邊終於不追 這邊是戰矛了嗎 這邊小弓過來 看到挖黃劍聰明直接開射 要拿到一重點困難 沒有彈道學 而且還沒有升級 好騎士過來直接要硬防守 那這邊伯根蒂打是一個4TC的一個開局喔 好那這邊趕快點下 修羅道遠來招搶騎士 好陳學說為什麼我說 這個僧侶喔 到這個城堡時代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對方打騎士的狀況 這個上層喔 出僧侶 準沒錯 不要想要先去出什麼 長槍兵之類的 長槍兵也可以按啊 就按個一兩隻 但是這個僧侶喔 更是需要按 這個三旅 這個三旅 招搶騎士的效果 非常非常的好 那看起來打打這一波進攻喔 讓這邊 伯根蒂受到了一點重創 心理上有點慘 那讓打打這邊村里喔 有點毒飛猛進 到69村 好 這邊看一下 招搶能不能招到呢 應該是沒問題 哎呦直接拉走 哎呀這個招的不錯 這個 控兵控的不錯 讓被招搶的騎士喔 直接拉走 好這邊招到落頭 就可以砍爆這些騎士喔 但是 這一損失掉兩隻老頭有點虧喔 應該這兩隻老頭 只要招到一隻騎士才對的 但沒有關係 這邊剩你再拘捕照 剩女不要斷 對 剩女子安就對了 剩女子安的話 騎士的壓力也會越來越大 再慢慢補下這個軍營 就可以 慢慢打回優勢喔 好那 打打這邊 二級 馬卡也點下了 這個馬卡也點完之後呢 那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就不差電視 呃也可以更新的在這個TC底下 太過燒了 但是打打這邊的經濟技術不太好 因為他這邊 農田喔 沒有灑的非常非常多 這樣才34片田 我覺得還可以再灑更多一點喔 像這邊喔 這邊可以再灑 但沒有關係 呃 軍事喔 還是慢慢補下了 不過利利這邊田就是非常非常大量 嗯 普通快要30片田了 呵呵 因為你打騎士的情況下 肉需要更多知識 呃 肉不漏多的情況下 就會比較尷尬 這個騎士可能就有點賺 好 那這邊生旅 欸這個生旅好像有點trouble了 這兩隻騎士難招到嗎 好像可以 因為有繞到這個建築的關係喔 所以比較難解到 但是招到的騎士是殘血的生旅 呃 殘血的騎士喔 所以好像也沒關係 這個打打是我在用 我在思考喔 用這個殘血單位去換生旅 算是比較划算的選擇 雖然這邊生旅還是可以把這個殘血單位拉起來 這算是一個高盾的小細節喔 那一般的玩家是不會去思考太多了 所以你要去用大量手術 去換取這個操作 好那這邊場上兵出來之後 把打打稍微往回退了一下 欸這邊馬公子也被戳死了 呵呵 好那一級挖進也點了 兩邊都算是點一個經濟型的打法 經濟科技開始補上了 那稍微加速一下 好那黃金的部分可能要多挖一點 那伯冠蒂可會稍微買賣一下喔 賣肉然後為黃金點這個帝王子彈 大量的長長命直接進來 硬打騎士直接開扁 其實被戳到還是非常非常動 但是這邊由於太大的光線喔 長槍兵幾乎是勒送的一個狀況 好那打到矮磚慢慢轉出馬功喔 轉出馬功之後打這個長槍兵的效果就很好了 暗險戰術打長槍兵是有加成的 好那這邊TC域也開了 我看到5TC了這什麼意思 呵呵 公平說已經破牌了 好兩邊都點一下帝王子彈 這邊可以看到問題 欸這邊騎士抓到一個城堡沒蓋好的一個情況 這邊TC要蓋起來可能有點困難了 大量分在這邊 但是這邊伯冠蒂馬上輕裝兵也轉出了一些出來了 8加21的傷害 要先打馬功嗎還是要先打孫女 這邊決定先打孫女喔 哇孫女直接被硬身倒地 但是大量的村民直接出來 無分地馬上輕裝兵 好像有點無力回天 這個城堡能蓋起來嗎 可以 城堡蓋起來 那這個TC有機會守住嗎 那城堡給的傷害非常非常的大 騎士也是硬身倒地 好他那邊再過來戳 戳得到嗎 欸有點戳 難戳 戳 可能戳 水 欸結果最終還是手下這個TC了 那可能要找個機會來修一下TC 那玻璃再波 感覺有點受傷到了 因為他的單位喔 這一波 算是被博恩帝交換得不錯 博恩帝這邊控制來說 算是很好的 兩邊的軍力 算是平衡得比較好 騎士在前面卡 後面有馬鍋在輸出 好 那到地龍時代之後 達達的傷害又會更猛一點了 好 但是很明顯這邊 博恩帝是沒有點這個彈道旋嗎 為什麼射這麼歪啊 好 這邊弱馬還是被射掉非常大量 正面巨型頭死機開拆城堡 但是對手這個堡 還算不錯的 達達這邊的堡是高地堡 那這邊是滴一滴打高地的關係喔 所以巨型頭死機造成城堡傷害並沒有那麼高 而且還要點下這個磚瓦技術喔 讓城堡的血量跟防禦力再更上一層樓 好 博恩帝點下了三級馬卡 這個馬上清裝兵能逆轉這一局嗎 感覺博恩帝非常劣勢喔 因為他這裡沒有點這個三級農田跟三級伐木 並沒有把這個博恩帝的架子給打出來啊 經濟上 並沒有那麼優勢的情況下 博恩帝也還能載狗嗎 正面看起來軍是有非常輸的一個狀況喔 好那這邊開始補下了三級射跟三級馬卡還有霸雪 嘿那這邊有幾隻肉馬撈到了後面做騷了 哇這邊聰明被這個 肉馬喔一直砍 那我們是不是有辦法 那這邊巨頭死機好像快要拿掉這座城堡了嗎 低速打高地是不是要再補一台巨頭就可以拿下了呢 但自家城堡也在被投死 但是大量的肉馬過來了 肉馬衝鋒 直接要來硬捷巨型投死機 但是大量的長槍兵直接抽掉肉馬 肉馬能擠掉一台嗎 可以 然後後面有更多騎士捕了過來 但是後面有大量的馬公在進行射擊 三級射跟化石馬公傷害非常非常強 馬上輕裝兵有點沒辦法抵抗 哇這個傷害非常強 但是這裡有城堡在支持這邊的進攻 那邊的馬公一直被城堡射 但是這裡有雙甲的關係喔 所以馬公還被射的感覺是還好的 現在比他這個施護甲喔 馬公的防禦喔 會再更上一層樓一點 但是被這個馬上輕裝兵喔 在這個突襲的狀況下喔 馬公也是掉的非常非常大量 但是馬公打這個馬上輕裝兵的效果 還是非常非常好 好 結果是伯恩帝的城堡也先倒掉了 那自家城堡是慢慢修回來 大量的馬公做出反抗 巨型投資機全部倒光 伯恩帝這邊還能再戰嗎 大量馬公想要來跟這個馬上輕裝兵拚 拚但是好像很困難 所以想要再衝鋒 但是沒有機會衝到 馬公數量越來越多了 好那這邊打打只要佔這個高地喔 就可以打出他的打打馬公架去 好那這邊攻擊一下這個重裝馬公 重裝馬公三級之後 威力就會變得很猛 7加4喔 傷害很強喔 好這邊大量戰毛直接硬打這邊 馬公 哇馬公這邊有點swab 戰毛打馬公這傷害是非常非常痛的 好那這邊博恩帝的下集 暈個跟蹤技術喔 靠原來你沒有點跟蹤啊 趕快跑這麼慢 想說這個衝鋒衝的不是非常的優啊 這跟我看到的伯根帝的玩法不太一樣 好大量伯根帝的馬上輕鬆被引誘了出來喔 被馬公收掉滿多隻的 吉兵也順便升級到大吉兵 他的吉兵裝甲也在點了 哇伯根帝看起來經濟非常的好 看起來沒有點下這個葡萄園 葡萄園點下之後 黃金又會在慢慢增長 結果葡萄園園來說也算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好那肉麻也點了 其實黃金量還是滿多的喔 還沒有看出來喔 這邊是要打什麼的一個狀況 看起來馬上騎裝兵應該是要注意出的 因為這邊都點精銳了 注意出好像有怪怪的 但是遇到馬公問起來是滿頭痛的 而且打打的馬公還有這個絲護角 他的防護力是非常的硬阿 因為他的防護力是1加5 遠防是0加7的一個狀況 打打的馬公算是非常猛的 而且這個絲護角也可以讓肉麻吃到的 所以他遠防的肉麻也是有吸的 所以戰狼打這個 休想力先起兵是1滴的傷害 然後那這邊感覺大家只要出大量的肉麻 加上這個大量的馬公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這邊直接修個操作 大量的馬上騎裝兵一身倒地 哇這邊一直起... 一直起發 倒地的馬上騎裝兵的數量一直續不起來 但是戰狼的量也在繼續輸出 戰狼打這個馬公的效果還是不錯的 這邊馬公想要直接硬打 但是這邊其實戰狼給的傷非常大量 馬公的量已經倒了非常多 但是戰狼的數量也是沒有續息阿 這邊肉麻只要一過來 戰狼就要撤退了 因為戰狼沒辦法抵抗這些肉麻的一個狀況 好那化學補下 化學補下之後傷害就會再高一點喔 這個戰狼 哇這個戰狼確實換到非常大量的一個馬公耶 所以打打這一波有點傷阿 我覺得... 雖然看起來博恩蒂是大虧沒錯 欸結果這邊的一個爭奪戰 大量的村民跟騎士過來拯救 超級外的我們兵突然消失了 因為跑到下面來 好下面想要爭奪一個高地 但是這邊... 打打打高地有點爭奪的小失誤喔 這有點像...有點小斜坡 但我們確定也算不是高地喔 但這邊...很尷尬的是... 博恩蒂這邊城堡是沒有蓋好的一個情況喔 拉村子過來蓋 然後村民還會被這個城堡射 然後城堡也蓋得起來 然後這邊的話趕快造這個自爆兵喔 這個距離這麼近的情況下 第一個情況下趕快蓋這個自爆兵 趕快來直接硬炸喔 好但是由於這邊也沒有兵的關係 所以這邊大洛馬直接過來騷擾 然後上面距離頭是要直接開拆掉了 好來修一下 欸這個兩邊都沒有點自爆兵喔 尷尬 好當然是家裡喔 打打這邊大洛馬開始騷擾了 家裡有點存現出一個巴比庫的狀況 村民被屠殺中 好那這邊蓋裡頭自己造力還出來 然後開始反制對方城堡 那家裡這邊城堡應該少必拿下了 只有兩個村民在修村 修這個城堡喔 村民地看起來開始直接直接敗退了 村民地經濟有點慘 我意識到這樣不行 趕快把這個兵喔 派到這個打打家裡了 但打打德洛馬早就已經準備好了 好三寶應該被拿下了 那這一塊藥金就有問題囉 這個藥金如果被打的話 村民地可能會有點慘 好大量洛馬再持續鑽進去 但我覺得這邊看起來浦根地 涼涼了啦 打打打感覺這邊漏馬繼續出 然後這個馬公也一直出 巨頭也一直出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了 然後打打這邊還點下了三級農田 讓這個姿勢再更好一點 欸 但沒想到 博恩帝這邊還轉出了三巨頭 那三巨頭的話就很easy啊 哇 順利的也剪掉了 沒想到這個城堡 讓這個博恩帝再度守住了 好 自己補下了蠻多的這個馬公 但馬公的話又被城堡射 也損失的蠻大量的 四四隻的馬公 哇靠 很猛 好 卡拿馬公要在E上了嗎 巨頭C互相攻擊 但是這個巨頭能拆掉嗎 有點困難 只拆掉厲害 應該是兩台 但是沒有問題 直接集火射掉 欸 還有一台還有一台 那一台能解掉嗎 卡拿公直接集火 集火 集火 複射 點掉 沒問題 這個 我有點看不太懂 這個博恩帝要贏是不是要出火槍啊 最近博恩帝火槍有加25%30傷害啊 我覺得他一直出這個馬上輕鬆兵 有點大肆補掉的感覺 但又不出這個馬上輕鬆兵 正沒有擋住 但是我又覺得他出戳戳加火槍好像就蠻給力的 火槍加讚喔 是不是更好一點 我不確定了 我真的不確定了 歡迎大家在留言區留下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博恩帝出這個馬上輕鬆兵 有點 不能說不好 但是 這個打打的把東西實在太多了 出火槍硬槍好像也不錯 最近自己的火槍也是有特化 好 那這邊大量的馬上輕鬆兵 也到達達家做一個騷擾 殺到複製也算是非常多 那這一波的突擊導致打打家裡的經濟有點爆炸 但是也順利拿到了前線伯恩帝的城堡 但是沒有大量落馬支持的關係 那這邊馬共也不能輕舉妄動 因為對方的戰毛的數量也算是有的 好 那先處理家裡的內患一下 那這邊可能還是要找個機會 把自己家裡的洞補起來比較好 不然這個一直被弄也是非常困擾 好 那是達達這邊也用出了一些肉馬 要來反制伯恩帝家裡的經濟狀況 但伯恩帝好像沒有點下葡萄園喔 這個葡萄園沒有點下的話 黃金是不會跳的啊 哇 伯恩帝這邊看起來有點鐵頭喔 想要應用這個單位互換騷擾 並沒有把自己的空氣搞好關係 所以這邊只剩下零人挖精 反倒是達達這邊還有一些單位喔 這些單位都是黃金兵種 這些大量的馬弓沒解掉 問題就是非常大啦 哇 這個馬弓就要來到六十隻了 很痛欸 不過伯恩帝這邊也想要轉出火箱 基本上是不可能 好 大洪龍馬再過來燒拉燈 起上這東西圍好了 算是木牆了 可能要在後面再補下房子 那達達村民也太為巨匠喔 降到了大約一百村左右 但村民也不是太大問題了 問題是這個要怎麼繼續打呢 兩邊有點打到焦土戰的感覺 達達也不太輕易的出這個巨型投石機 這邊伯恩帝只能出這個大肉馬來反擊 那可能還是要趕快出這個投石車喔 去做一個進攻的方式喔 好 大量的肉馬又再度進來了 但是裡面早就已經有準備 上面這邊有城堡在防守這邊伯木區 但是肉馬量還是蠻多的 還是有燒到幾隻村民下面也是 哇靠這個 這個伯恩帝直接三面進攻阿 好 裡面這邊順利解掉了 那蝦里上面BBQ的狀況還能搞定嗎 怎麼覺得好像風向有點 反擊的感覺阿 這邊達達居然 有點被鬧到 真火無法治理阿 真的沒降到八十幾隻阿 哇 趕快撒田 對 趕快撒趕快撒 這時候你們可能要再補了 哇靠 伯恩帝一個絕地大反攻 哇 這時候他怎麼意識到 這三級農鐵跟三級伯木沒有屌 怎麼會補 但是依舊沒有攻城器的情況下 繼續打的話也只能騷擾 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城堡 打打的防守還是相當不錯的 好 這裡總補下這個大石牆阿 幹活 他喜歡花是女子的 那時候可能對我 你就會再很塔 啊 看起來伯根地還是要涼涼 呵呵呵 這個馬弓他真的沒辦法 他只用戰矛的話一定要一直一直去硬點 不硬點的話這個馬弓永遠點不完 他點不完的情況下這個弱馬 打打的弱馬又過來反噬又太強 因為你們看他的弱馬 防御是0加4 2加5 對方的弱馬是0加3 2加4 防御會直接少1 所以即使弱馬硬打的情況下 打打還是有優勢帶 涼了 看起來是沒了 這邊時常硬圍 圍的還不錯 他在裡面再補下一個彩晃營地 牆法直接在裡面挖 結果這邊又打出一個洞來 哎呀家裡再度BBQ啊 但是這邊有城堡大量馬弓都收掉了非常多肉馬 但是打打也不堪失落 找了一些肉馬想要繼續做反擊 但我不確定這個馬弓在中間這個位置喔 沒有去回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喔 可能是碰不過來嗎 好那這邊大量的肉馬直接在家裡 做大量騷擾 火雲蒂受不了直接 按出來 噹噹噹噹 收村 那噹噹噹的效果 只有那一算真好 這邊一手一把村民放出來喔 哇還是有大量的村民被砍到了 那家裡看起來兩邊都非常非常慘 但是這邊大量的馬弓依旧無法解決 火雲蒂該怎麼辦呢 好啊肉馬弓還常去殺村民 應該是還是可以燒到蠻多村的 哇這個打打的肉馬騷擾也是非常好用喔 因為遠防太高了 遠防7的一個情況下 哇來看一下這個高打滴的傷害 哇 這個高打滴的威力 宛如他自己 自己就是戰卯啊 哇好痛啊 雖然這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火攻第四沒有三級 攻兵防律的關係喔 所以馬弓這邊高打滴才會這麼痛喔 幾乎三下就可以射死一隻戰卯的狀況啊 哇搞得好像戰卯沒有空的馬弓一樣 那就是打打的特殊能力喔 高打滴的威力 buff再buff 好家裡再顧好一點 我覺得應該就差不多了 打打應該要一舉拿上普根蒂了 普根蒂了 普根蒂還是想要嘗試用大肉馬進攻騷擾 但是家裡的防禦越來越完善了喔 石牆都圍好了 只要不被騷擾到 看起來就是打打勝利了 打打這一波正面軍力 非常的強勢 好這邊過來看到大石牆應該就傻眼了 欸呀這邊根本打不到任何東西怎麼辦 這裡有幾隻村民可以打 但是大量的馬弓要終於進去了嗎 直接進去圖村民了 霧眼了 我這麼大量 我也不怕你 哇這個直接進去 普根蒂真的會受不了欸 普根蒂的村民樹降至87村 打打的話這邊剩七幾村 兩邊的村民樹其實都是非常低的 哇正面這邊大量直接劍燒了 即使在城堡下面的村民 這邊的農民也是被殺了非常非常多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 我說在前線種田不是那麼好的 即使也是有城堡在防禦的加持下 你這個大肉馬一進來 這邊村民還是會被土到非常多村的 好那這邊打打依舊沒有走進去 哇有點尷尬 這個不走進去 繼續保留這邊大肉馬的一個 大馬弓的一個優勢數量 那確實這個馬弓不解決 博恩蒂還是非常頭疼的 但是這邊 博恩蒂大肉馬殺了非常多村民 讓打打這邊的村民降至少六四村 這邊村民也補的也比較慢一點 這邊 這邊馬弓硬是不回舊 真的是有點不太陡 這邊不回舊的話 弱馬繼續騷擾 哇繼續再殺 但是打打也不堪失落 繞了非常大量的弱馬直接過來燒了 但是博恩蒂的數量已經回之一百多村了 這邊的馬弓沒有進去 可能壞阿 有點尷尬喔 這邊馬弓贏寄來的話 其實這一片完全沒有經濟了 但是打打卻沒有這樣做喔 而是守在這邊高地喔 然後來插這個 對方的馬 鐵量也掉蠻快的 好來看看這邊 這邊也是出去補村 但是博恩蒂的數量也是降至 補到一百村了 好大量肉馬跟村民 直接對看 哎呀 博恩蒂的村民也降到八幾村 但是打打的村民也在慢慢補了起來 兩邊的經濟都打得非常長 肉都補到一百了 但是打打打得非常保守 好并把他來強攻直接運上 好更多的肉馬從右側突擊過來 但是博恩蒂有很多的小支點 小小的TC 融點 經濟地方 可以開融 但打打沒有掌握到 一直往他大盆裡面衝而已 哇 看起來博恩蒂真是 有點 不太OK啦 只剩下肉馬的情況下 真能打魚嗎 哎 這邊終於有撿遺跡了 遺跡跟這個 博恩蒂的不好遠啊 讓這個遺跡 讓自己黃金量慢慢地結起來 但是博恩蒂終於打出了GG 好 稍微看一下經濟 經濟應該是兩邊都蠻慘的 因為這邊三級伐木 博恩蒂太晚點了 那打打者是有這個村民上的優勢 還有這個軍事上的優勢 所以讓前期這邊經濟上只會稍微贏一點點 那確實打打這邊搶野精的效果也算是蠻厲害的 自己自己控體控的不錯 野精也是挖的非常多 那遺跡的話 由於有四個遺跡的關係 所以這邊遺跡產生 產生四千多斤 哇 讓這個打打直接發大財 只用這個大量馬攻壓制對手 那兩邊打到後面真的是非常焦土 兩邊也算是打得非常不錯 即使靠肉馬也是打到非常多村民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